在德国布莱梅和瑞士英特拉肯周边听到的不同语言形式 被认为是德语的地区方言 然而 当一个布莱梅人到瑞士阿尔卑斯山旅游时 他们听到的当地人之间的对话 很可能让他们无法理解 同样 在中国以外的地方 普通话和广东话通常被称为中国方言 但他们比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的区别更大 另一方面 丹麦语、挪威语和瑞典语被认为是三种不同的语言 讲这三种语言的人通常却可以毫不费力地用母语交流 土耳其与肥皂剧在播放时没有配音或字幕 竟然是阿塞拜疆语观众最喜爱的节目 那么 我们是怎么将一种话语判定为语言或方言呢 以能够互相理解的程度来定义看起来比较合理 用这个标准可以将两种不同的话语归为语言 或是归为同一语言下的方言 但正如我们所见 在许多情况下并非如此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 语言和方言的区分通常和发音、词汇或任何其他语言特征都无关 然而这也并非巧合 这是一个政治问题 正式认定一种语言的依据始于16世纪 随着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出现而形成的 为了建立并维持中央集权的政府 明确领土边界 以及建立国有教育系统 各个国家开始推行单一标准语言 选择哪种语音作为标准语言 通常取决于该国首都人们所说的话 尽管其他形式的话语依然存在 他们常常被视为低等语言 这一传统随着欧洲的殖民进程遍布全球 并一直持续到现在 例如意大利至少有所谓的15种地方方言 其中之一的弗罗伦萨方言 在1861年意大利全境统一时 曾作为标准意大利语 它被选中是因为传奇作家 如但丁、马基亚维利创作手稿时 使用这一语言 把它作为意大利民族形象的代表 也让一些人觉得非常合适 后来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法西斯国家 意大利独裁者莫索里尼将语言标准化 作为一个重要的目标 莫索里尼政府推行标准意大利语 同时禁止其他形式的语言进入公共领域 并将它们视为落后粗俗的语言 生活中的一切从工作申请到法庭证词 标准语言在世界各地扮演着守门员的角色 例如 1999年的一项研究表明 房东对于租客的选择 拒绝于准租客所使用的语音 当准租客说非洲英语 土话英语或者非洲裔土话英语AAVE时 房东倾向于拒绝他们的租房申请 当准租客使用所谓的标准美式英语时 这种语言通常被认为是白人语言 房东的反应则通常会比较积极 以上这些话语形式都被视为英语方言 在美国 有些人会将非洲裔土话英语AAVE 视为主流美式英语的简化或错误版本 但AAVE与其他形式的英语一样 遵循一致的语法规则 语言学家倾向于避免使用方言语词 相反 很多人选择称其为不同变体的话语形式 这样一来 语言被看作是不同变体组别 所以 英语有以下变体组成 包括英式英语 美式英语 非洲裔土话英语AAVE 尼日利亚英语 马来西亚英语等 它们各有自己独特的历史 特色发音 词汇 以及语法结构 但不同变体间的界限是模糊的 人类语言的美妙之处就在于相互交融 自我进化 天然拒绝 被分门别类 多数情况下 语言形式存在于语言连续体中 并与其他语言相互重叠 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渐进式的 而不是非此即彼的 这就是人类交流的动态多样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魅力所在 那么 语言最初是怎样演变的呢 观看这个视频 一探究竟吧 如果你想每周学习新知识 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吧